必须得经过 现在经佛跟坚定信菩萨这么一说呀 坚定信菩萨就理解到了 不怀疑了 以前坚定信菩萨我本来请佛跟我说 佛你不但不说还给我介绍一个人说 怀疑呀 心里不情愿呢 佛就知道坚定信菩萨不情愿 佛才就介绍地藏菩萨的功德 那么地藏菩萨这个坚定信菩萨明白了 明白了 耳时坚定信菩萨集结佛于 明白佛的意思了 所以他就去到地藏菩萨坐下 劝请观世音菩萨说 善哉就是真实 你是救度世间的真正的大事啊 这是赞叹地藏菩萨 善哉大致开示 说你开导一些众生的 有大智慧的 结果他就转赞叹地藏菩萨了 这是那个坚定信菩萨 赞叹地藏菩萨的 若我所问 刚才我向佛请问 你是听到的了 那在末法的那是的这个时候 这些众生 要以什么方便方法 让他们能够离开一些障难 每个信众啊 就每个佛的众都有很多障难 他信心不坚定 用什么方法让他信心坚定呢 连信心都不坚定还能成就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